现在进行增订第七条之二 请宣读条文 首先我们请柯委员建民发言离委员冯君准请准备 主席各位委员同仁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 代表民主进步党 表示最负责的态度 对于提出了反渗透法 刚才习近平委员讲的没有错 在上会期5月31号的时候 有关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有提出来 时代电影也有提出来 就是所谓中共代理人法 但是在停止会以后 国安会修正以后 那我们觉得整个体系上 要应该怎么维护国家安全体系上面 以及民主现实系上面 最后一个防护 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有关于中共代理人法的问题 后来我们陆续看到 总共有两岸人民关系条有5个版本 包括民进党的个别成员 以及时代电影所提出了 以至乎后来有我们看到 时代电影要提出反境外势力 并存及渗透法 但是我们看这个法的逻辑很奇怪 要来并存渗透可以来登记 可以来登记申请的 当然我们反对 那是我们现在是敌对国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逻辑上是错误 你登记以后再进行行为 小拖登记以后还是做小拖 没有那个行为可以登记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逻辑上也有益利 后来也看到有人提出游说法 有人提出反复免法 总共有11个法案 在整个逻辑里面 所以我们在思考 整个会期从5月以后 我们在思考如何提出一个 最低的必要最少侵害和合理 很明确的反渗透法 这一路走来是如此 但是我们看到国民党 你现在跟我们学商 到昨天海台学商 今天又反对了 那整个会期开始 一直在占领的主题台 来自于推出超级学商 包括总议算都不省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提出 对于整个法的逻辑上面 不管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我们希望很清楚的界限 而且不要往外面继续扩张 这是我们的逻辑 所以不管今天实在力量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包括今天七十二 有关于政治交易法的部分 那个是另外一个法来处理 我们并不反对整个国家安全体系 包括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所有的行为 但是我们是必须要 很严谨的来立这个法 在今天这个即将结束的时候 我还是对国民党表示高度的谴责 这样一个对于国家安全体系上面 毫无保卫的意识 这个政党应该随之消灭 谢谢科委员 现在请黎委员红军 政委员秀林请准备 在这里亲民党还是要再重申的再讲一遍 针对反渗透法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绝对不是为反对而反对 这必须要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强调的是 在立法的精神跟过程 还有特别是他的立法的定义 要非常的明确 当然苦口婆心的 在这个地方 已经发言这么多 讲了这么多 其实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我为什么 一定要讲的是要非常的明确 当我们看到现在的版本 反渗透法 它的违法的要件 其实现在我们真正在讲 反渗透法的违法要件 是A加B 可是我们A跟B两者兼聚的话 我们才叫做违法 可是我们现在呢 从A是来自敌对的势力 渗透的来源 那委托跟指示呢 那B呢 是从捐款政治现金 助选游税跟妨碍机会的刑法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 大家都在谈B 就是说现行的法律 已经规范中国大陆 已经规范中国大陆 港澳势力不得为之 暴力妨碍行为 本来也就是违法的行为 这点一点正义都没有 那问题是在于A A的要件太容易就成立了 中国大陆以党领政 民间的公司 学校社团 都有党部的设立 那今天 我们只要有任何的一个 交流 那你怎么去确定它 确定这个A的要件 所以 在整个构建的立法的构成里面 这两者你不把它兜在一起 你是把它拆开来看 那当然就会引起很多社会的疑虑跟恐慌 所以 今天我们在这边再而三的讲 今天特别是在七之一七之二七之三七之四 这个对于言论上面 对于在媒体的自由行为上面 如何来规范 如何来约束 我们当初 广电三法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到现在 NCC成立了多久 我们看到NCC究竟有没有发挥它的功能 完全没有 NCC把媒体当成贼 完全是在约束媒体 我们的媒体如何在五G时代里面 是要来补助 讲助 鼓励 让我们的媒体 能够更发挥它的该有的力量 结果不是啊 本末倒置 那你回想看看 一样的道理 谢谢 谢谢李委员 下一位请政委员秀林 主席 各位委员 针对 史大利亚针对第七条 之二呢 我们希望要针定的是 任何人不得受 渗透来源的指示 委托资助来 透过掩饰或隐匿投资者的身份 或资金借名 冒名来进来台湾投资 进行实质的这个经济的渗透 那这样的情形已经正在发生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淘宝台湾 透过这个英商克雷达的方式 当初审查的时候 并不知道英商克雷达是要来 这个接受淘宝台湾的这个品牌的授权 那就这样子进来了 那所以呢 我们的法令上一定要加以来防堵 那我在这边呼吁就是我们的法要定 不然的话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隐匿的 掩饰的这个渗透的这个公司进来 掏空我们台湾的经济 然后呢 针对我们希望强调公平贸易 保护我们的中小企业 还有消费者的上网去买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各方面 所以我呼吁这边 这个法的漏洞要把它补起来 而且我也呼吁这个行政院这边 我们已经发出公文 在今天最后一天 请行政院长副院长 经济部长国华会主委 请你来告诉我们 你这样的一个掏空台湾的情形正在发生 我们行政立法不立 这个该立的法不立 行政院不处理 不调查 不改善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你们正在掏空我们台湾的经济 那我们为什么选民要投票给你来 过半席次给你来这个完全执政呢 我请问蔡总统 你说你经济要更亮眼 结果呢 我们的经济正在被掏空 透过各种的各式各样的 隐匿的这个茂名的方式进来台湾 包括今天明天的这个 今天晚上的这个跨年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爱奇艺 透过代理商欧弟弟娱乐公司 再透过所谓的避孕创造的 一个专属授权的方式 今天的晚上的这个烟火 竟然是这样一个中资 透过一个匿名 这种演示的方式进来台湾 要来帮我们的101来播放烟火 这样的情形 难道这个蔡总统 难道树院长 你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吗 那我希望各位在座的各位的立委 请你们 请你们不要聊天 请你们不要聊天 请你们来针对我们的这个经济 这个渗透的漏洞 来把加益补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政委员 所有党团推派花园的委员 仅已花园完毕 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修正东义条文 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 要求纪临表决 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表決結果 出席70人 贊成3人 反對67人 拒犬0人 贊成者少數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不通過 派言會休息10分鐘 休息之後繼續開會 現在休息 中文字幕 imon用